好那基隆的差量的公民的 这一个团体发言人 我现场的来宾是彦龙 彦龙为什么会投入这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在 大家最一开始注意到 基隆发生什么事情 以及谢广告到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很多都是关注在2月1号的 枪创斗案创厂的事件这样 那因为其实深夜破门这件事情 在台湾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是很难去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市长 他是在深夜的时候下令 然后带着整批警察 然后直接闯进去破锁 然后就连现场有律师 要求出示证明 以及问说 有没有法院强制命令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避而不打的 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 我认为他是一个 很震惊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没办法想象 现在已经2024年了 但却搞得像戒严时期一样 好像我今天 我的市长想要做什么 他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这个会是 大家最一开始生气的点 那有一个开端之后 进而的我们就会开始调查说 这位市长的提出来政策 或是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到底有没有符合 我们对于民选市长的期待 那首先我们就会提到 过去可能电动机车 或是防疫捕捉金的跳票 到后面他逐渐 他提出来的政策 比如说像是超跑嘉年华 或是他所想要盖的港警游乐园 那这些种种 其实我们研究下来都会发现 他整体是非常不适合 基隆这个城市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才会进而希望说 听到市长可以给出一些回应 然后你怎么解释这些情况 但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面临的就是 所有的反对声音都会被封锁 就是在粉丝专页上面 你只要留反对意见 那你就会被官方粉专封锁 这样 那如果你是寄信到 试真信箱 然后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其实也都是罐头讯息 那总统评估下面之后 我们就决定说 好像终究只有罢免这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 像不论是市政府 或是其他管道 来诉求我们自己的声音 所以才会有这场罢免的出现 晏龙你今年几岁 22 好 所以你其实才刚刚有投票权嘛 对 就等于22岁今年的总统大选 是你人生第一次 有法定的投票权嘛 对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才22岁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是不能投票的 好 那这个 你是基隆人吗 对 我是基隆人 住多久了 22年 土生土长基隆人 土生土长基隆人 那你毕业了吗 还没有 我现在大四 你现在大四 所以你对基隆是从小 土生土长很有感情的 那一般大四的学生 你的同学可能都在烦 比如说要不要考研究所 或者要不要找工作 对 那你为什么会对政治有热情 要投入这一个公民团体的活动 应该说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们很多 其实很多年轻人 我们都会有自己理想中社会的样子 或是我们期望我们看到 现在的政治长什么样子 或者你期望基隆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生长一辈子 对对对没错 所以当我们看到不符合期待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会希望可以有一个交流的管道 或是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好好讲一下 为什么我期待的跟你期待的可能不一样 那中间的落差是什么 就也并不是说今天 如果今天每一位民意代表做的不合我自己的期待 那就是把它罢免掉 其实听起来就是很不合理嘛 就是没有所谓的国民党这阵子 不断的讲到正常性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一条一条拿出来讲说 我认为这个不对 这个不好 那这个对于市政发展没有效果 比如说像电动机车 花了27.5亿的预算在这一笔上面 但是与此同时 基隆的公车都是用中股的 而且会有漏油的危险 那另一部分 他期待做的港警游乐园的那一个摩天轮 他放置的地点 他期望出现的地点 是在一个填海的一个广场上面 那他的沉重量 或是说他的整个摩天轮在那边 会不会挡到生态什么之类种种的 其实都没有一个详细的配套措施 那即便我们身为一个一般市民 我们可能不是什么政治人物 那我们还是会有一种 我认为接下来这个城市 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或是我对于这个城市 会逐渐没有光荣感 那这个就是即便我们可能没有入党 或是我们不是所谓的民意代表 那身为这个市民 这个是我们每天相处的城市 我们还是会想要站出来去捍卫它的 好 所以你捍卫这一个基隆的同时 你事实上还没毕业对不对 还没还没 还没毕业 好 那这一次投入公民团体的 这一个罢免的行动 除了你之外 你怎么组织跟整合跟你同样意见的同伴 其实我们从最开始走到现在 其实就还遇到蛮多困难的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主要的发起人其实是四位 那我们四位分别是两名大学生 跟两名上班族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 我们各自有想要发起这个运动 然后在网络上做串联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都是不认识的 那有串联之后开始逐渐的去规划说 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去做公告 那相关的行政程序我们要怎么去做处理 那进一步的再去在网络上号召说 有没有这种市民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来当志工 那就逐渐的从第一阶段 我们其实第一阶段可以动用到人力非常少 大概不到十位 所以你们一开始是两个大学生 对 跟两个上班族 然后你们这四个人本来都不认识彼此 然后就是在网络上大家不爽 大家那是同道合 对 没错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大学生 跟你也一样 那另外两个上班族 他等于是他表达他的这一个理念的想法 那你们就在网络上快速的整合成 一个网络串联的平台了 对 没错 没错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因为我们就只能用课语 或是下班时间处理 那一定会不够 所以接下来就是逐渐的号召志工 那就一样也是在网络上说 我们接下来也要发起这个罢民活动 有没有人愿意加入志工这样 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的志工有上百人这样 所以你们网络上的志工 也都是陆续志同道合加入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主要的这个分工除了是你之外 就是另外三个发起人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开始会发现 我们真的很需要志工 是发现我们没有心力去顾及到尸体的活动了 但是要发起罢免这件事情 其实对话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去跟 我们可能金融在地的长辈或是我们在地的青年去做交流 去告诉他们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所以后面才有陆陆续就有非常多一样支持 罢免的市民朋友 然后一起说那我们愿意去发传单 或是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在网路上持续的散播这个消息 对那这些就会是 我认为是靠着这些志工 以及愿意去把我们发生的这些市民朋友 我们现在才可以把声量拉到这个位置 好就是说你们一开始是四个发起人 两个大学生两个上班族 然后你们在网路上串联 那你们当然在网路上发表你们的意见 跟检验整个城市的公共政策 然后这一些东西呢 就可能有一些志工也去扩散 然后紧接着你们现在大概有100个志工左右 然后都是基隆在地的扩散这样子 那在地的扩散在地的志工 才会去完成罢免的联署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过程中 其实没有所谓的动员 就是像我们都很常开玩笑说 就是在立院旁边国民党那些区 他们有便当 但我们没有便当 然后还要顶着大太阳 可是青鸟活动你们也去摆一摊吗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注意到 基隆的整体人口结构 其实我们会面临到一个就是 人口外移很严重 尤其是青壮年的部分 所以两个困难点 一个是在地我们接触不到青壮年 另外一个就是长辈的部分 只要我们没有走到他面前 他光看他网路上的资讯 其实是收集不到的 对所以我们就会分成两部分 一个就是深入邻里 然后去跟这些长辈交流 另外一部分就是 不管是在台北的交通要点 或者在网路上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讯息丢给 所谓可能在外地上班工作的青壮年 好所以你们的志工 如果在基隆本地 是尽量让他去沟通 比较中高龄的基隆在地人跟选民 但是在网路上的串联 或者是包含你们在青鸟活动的串联 那个可能是有一些基隆的通勤族 那他们可能比较年轻世代 比较大量的使用网路的平台 然后他们接收讯息 或者他们交通的通勤的过程当中 你们可以触及 所以你们是兵分两路 然后两路人马去串联这样 对没错 那所以事实上这个周末 好像还有活动 所以第二阶段的这一个罢免 是有可能越过这个门槛的嘛 其实我们统计到上周为止 我们的有效分数 大概是两万八千份左右 这样那因为接下来这一周 等于是最后一个冲刺 所以我们的志工都很努力的 到处去收集连署书 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这样 但我们目前观察到 不管是我们收回来的连署书 或是整个社会氛围 我们都认为要超出这个门槛 其实是很容易的 就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可是另外一部分 其实我们第一阶段 也会面临到一些刁难 就是比如说在审核的时候 他可能字迹稍微潦草一点 然后就是说 这个不通过 所以才会有所谓就是被地方选会 踢出之后 中选会认为这个是有效分件 然后把它收回来 我们第一阶段其实是这样过的 所以除了超过门槛之外 我们期待其实是可以再 把安全值加进去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最后 送出来的分数 可能可以达到三万五到四万 这个值间 这才会是一个最安全数字 好那你们周末好像 还有相关的活动吗 对我们这周六就是六月二十九号 我们有在基隆的光一路华山街口 我们有办一个户外宣讲的活动 那我们就是有除了有邀请嘉宾之外 我们其实也有邀请很多的基隆市民 因为我们希望的还是把基隆市民的声音 可以呈现给大家 所以除了让我们邀请的嘉宾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过去的经验之外 最重要的其实是基隆在地的市民 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基隆 他们对于基隆有什么样的期望这样 好所以燕容是非常特殊的 这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世代 哈喽大家好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